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分 妙行无助分 所衍生出来的开示 在妙行无助分里面 佛陀开示须菩提 菩萨与法因无所助行于布施 告诉我们 在修布施的时候 要以不执着的心来修行 才能够达到究竟的圆满 布施是六波罗蜜之首 是我们修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入门 布施有上师诸佛 下师众生 对上的恭敬供养十方诸佛 对下是慈悲度化 一切的众生 我们能够了解 因为众生是凡夫 有烦恼 有执着 如果我们在度众生的过程 产生了烦恼与执着 那么 着相布施的结果 就成就了有漏之因 因此 布施众生时 应不助于相 这一点 大众都能理解 但是到了这一分 佛陀有进一步来谈 连对佛这样子庄严 尊重的对象 我们也要不执着 所以这里讲 须菩提 于意云和 可以身相见如来否 提示了我们 对于如来 你是怎么看法 我们知道 我们学习佛法 佛陀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发菩提心 就是希望可以成就 像佛一样 这么殊胜的功德 我们知道 佛陀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种好 佛有三身 有法身佛 报身佛 跟化身佛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释迦摩尼佛是化身佛 他是三千年前 在印度的一个王子 出家修行 在菩提树下 阅读明星 成无上正等正觉 成佛了之后 在四十九年当中 四处弘扬佛法 所以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教法 就是释迦摩尼佛留下来的教法 后世的修行人 依着佛陀的教法而修行 当然对于法 要有一个殊胜的理解 对于佛陀 要生起无比的恭敬 要能够完全的 清净心的供养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佛陀就问 虚菩提 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吗 佛陀这样子的问话 给我们一个反思 佛陀所呈现的是圆满的像 对佛弟子来讲 佛陀是我们的导师 是我们生命的导师 所以当我们见到佛 是无比的恭敬 没有其他的杂想的一种供养 但是佛陀问虚菩提 可以身相见如来佛 你见到的佛 是化身佛 还是报身佛 还是法身佛 佛在我们的心目中 是什么形象 我们认为佛是什么 佛是一个形象吗 佛是一个人吗 佛是三千年前 在菩提树下 成正本正觉的 那一个印度王子吗 那时至于今 我们到了中国 到了日本 到了东南亚 乃至于在各种不同的时代 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佛像 到底哪一个佛像 才是真正的佛之像呢 如来有三身 法身 无形无相 报身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是智慧的果报 化身 是千百亿 或为人 或为六道 它展现了千变万化的形象 所以如果我们要用某一种身相 来定义如来的话 是哪一个呢 所以虚菩提亚 他就回答 佛也是尊 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佛陀 讲这一段的目的 是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见到如来 如果我们执着于某一种身相 来见如来 我们就见不到如来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观念 修行学佛 我们知道不要执着众生之相 因为众生是烦恼的 是染污的 佛陀是无漏的 是清净的 那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也对于佛陀清净的无漏之相 产生执着呢 如果我们以执着的心来见佛 没有办法真实的见到佛 有一些修行人 成天佛言佛语 可是到最后呢 他有没有真正的行佛呢 有一个老太太每天在家里面 非常精进的念佛 因为师父给他功课 要念一万声 所以他很认真的拿着念珠 一心不乱的念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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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孙子就在旁边 很开心的叫着奶奶奶奶 这奶奶呢 很有耐心的跟小孙子说 奶奶在做功课 在旁边乖乖的 不要打扰奶奶做功课 可是呢 小孙子啊 一下子啊 又叫着奶奶奶奶奶奶 那一直不断的叫啊 到最后啊 奶奶很不耐烦 拿起念珠 就想要打小孙子 小孙子说 奶奶我问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才叫你三声 你就生气了 阿弥陀佛被你每天叫了一万声 他不是烦死了吗 所以我们自己常常想哦 当我们在道场 听到佛法 觉得法喜充满 可是当我们回到生活中 看到的不如意 不如法 是不是反而让自己的内心 产生很多的烦恼呢 那这些烦恼 是因为这些人的不如法呢 还是因为我们对于如法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在佛的眼中看到人人都有佛性 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眼中看到的都是人人都有习气烦恼呢 我们就要想想 到底什么是佛 我们学的佛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啊 佛陀就问虚佛提 你可以 以身相见如来吗 虚佛提就回答 佛也是尊 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为什么 因为如来所说的身相即非身相 我们不能着相而求佛 因为佛不是以身相 而现 所以这一番呢 破除了很多 学佛人的名思 我们学佛了之后啊 有时候 因为多懂了一些佛法 心里面 执着了这个清净的教法 反而容不下其他不如法 所以常常会出现呢 一人学佛 全家骂佛的这种情况 或者是 当我学佛了之后啊 我每天都看这些不学佛的人 觉得心里面很不适滋味 觉得很难忍受 这个世间的众生如此的愚痴 到最后啊 变成一种法质 甚至于形成错误的一种示范 那么我们应该要如何来见佛呢 所以这一段呢 最主要就是要破除 我们对于佛的这个圆满 清净的对象 也要能够不执着 也要能够不住相 所以这里呢 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如果我们想要见如来 要怎么见呢 要见诸相非相 则能够见到佛 要破除我们对于相的一种观念 为什么诸相是非相呢 佛陀告诉虚菩提 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学佛的人最难破的就是佛相跟法相 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要以佛为榜样 要依教奉行 那现在没有依教奉行 不能以佛为榜样 那这样子不是就没有佛法了吗 如果我们不执着学佛 学法 那怎么修行 那我要以谁为榜样呢 事实上呢 这是有层次的 因为我们一般人啊 执着相 所以要先了解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道理 包括众生烦恼之相 也包括诸佛清净之相 那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 能够真正不着相 那么就能够真正了解 什么是佛 这是实相之佛 这是法身之佛 这就是如理实践分的重点 在道元长老的金刚经讲记里面 把第三分 第四分 第五分 做了一个统整 第三分 离相度生 是教我们发大愿 就是发弥勒菩萨祭颂的四种心 发了大愿之后 还要立大行 就是第四分 无助行师 就是立大行 对一切众生 要行财不失 法不失 和无畏不失 但是又不助于相 那到了第五分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这叫做正大果 所以 从发大愿 地大行 正大果 成就了一系列智慧的修炼 在这一分里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一句话 特别的实用 我们可以把它用在 世间法 也可以用在 初世间法 人 人 往往会相信 眼见为凭 或者是以貌取人 但是有时候 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实 我们却因为 自己的印象 或者是判断 常常蒙蔽了正确的事实 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段记载 孔子和弟子们 困在成菜之间 有所谓的成菜绝粮 孔子的弟子子贡 突围到外面 带了一些粮食回来 盐回和子鹿 就在一间破屋里 为大众煮粥 刚刚煮好的时候 子鹿出去一会儿 恰好在此时 子贡从屋边经过 正好看见盐回 拿着勺子喝粥 子贡看了很不高兴 就找孔子 他问孔子 一个人如果称得上 人人连世 那么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会改变气节吗? 孔子回答 如果气节都会改变 那还能称得上 是人人连世吗? 子贡就问 那您觉得盐回 会不会改变气节呢? 孔子很肯定的回答 当然不会 于是子贡就将看到 盐回偷喝粥的事情 告诉了孔子 孔子听了之后 只是缓缓的回答 我绝对相信盐回的人品 他这么做一定有什么缘故 我把他找来亲自问问 于是孔子就把盐回叫进屋里 对他说 我前几天梦到祖先 想必他们是来护佑我们的吧 粥做好了吗? 我想用粥祭拜一下祖先 盐回听了 马上恭敬的对老师说 这个粥已经不能用来祭祀祖先了 因为刚才在煮粥的时候 屋顶有一小块尘土落到锅里 我本想咬起来扔掉 但是又觉得可惜 就自己先喝了 用喝过的粥来祭祀祖先 是不恭敬的啊 孔子很高兴的说 哦,原来是这样 当盐回出去了之后 孔子对留下来的几个弟子说 我之所以会这样问他 是问给你们看 我对他的信任 是不用用今天这样的方法来证实的 这是一个 在孔子和盐回之间 所发生的一个故事 孔子对盐回的信任 其实也不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证明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 能够向孔子如此的信任 当子贡在告盐回的状的时候 子贡也是理直气状 他也没有看错 当孔子在问盐回的时候 他对于盐回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呢 最后孔子很感叹的说 所信者穆也,而穆由不可信 所信者心也,而心有不足是 弟子既知,知人故不易矣 他想,我们常常相信眼睛 但是眼睛真的可信吗? 我们也常常相信自己的心 但是心真的可信吗? 所以大家要谨记在心啊 在社会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讯息 我们大多只能看到或感受到一部分的事实 而无法窥探其全部 我们就像虾子摸象一般在探索这个世界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尤其更不能够有成见 连孔子都感叹 目不可信,心不足视 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也不一定为虚 以自己的属观意识来判断事物 是不明智的做法 往往会将人带入误区 形成盲点 但是我们却常常看不到自己的盲点 那依着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带动的行为 当然我们也还是会觉得自己是对的 但是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让我们提起一个决心 当我们看到的人产生怀疑时 我们可以多给他一点机会 不要妄下评论 当我们对于看到的现象 产生怀疑的时候 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那这样子才能够避免人跟人之间 彼此的误会 以及误会之后眼神的纠葛 所以这个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虚妄可以在我们代人处事当中 可以多留一只智慧之眼来观照 可以跳脱出错综复杂 难以分辨的表面善恶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句话 更可以拿来作为我们道业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口诀 修行不求境界 但是只要你的方法正确 凡事都会有境界发生 不管你是要念佛 打坐 或者是现在写金刚金塔 只要我们的身心 进入了禅定的状态 你的感官 眼耳鼻舌生意 它会转变到另外一个频道 会产生另外一种感应出现 这就是所谓的瑞相 有些人他会问师父 他说师父我为什么写一写呢 就全身都不见了 或者是我打坐 看到光 乃至于有的人会闻到香味 有的人还会有一种开悟感 觉得自己比以前还要聪明 还要有智慧 这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为什么会如此呢 事实上 这是一个好现象 这是所谓身心清静 的现象 叫做善根发向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是一个初出开始的转变 我们要继续用功 不要停留 当担担在这种舒胜的感受 这样子我们的道业 这样子我们的道业才会更上一层楼 以前有一个修行人 他每次一打坐 就会看到一只大蜘蛛 他非常的害怕 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 的现象 有一天 他就准备 他就准备了一把刀 想要等大蜘蛛出现的时候 他要把他给杀死 他的师父呢 看到他在打坐 还拿着一把刀 就问他 你为什么拿着一把刀在打坐呢 他说 因为我每次打坐的时候 都会看到一只大蜘蛛 师父说 那你要不要先听听我的建议 你下次看到大蜘蛛的时候 你先不要急着杀他 你先在他的肚子上 做个记号 等到你出订 再来看看大蜘蛛是什么 于是 他就听从师父的话 下一次在打坐的时候 又看到那只大蜘蛛 他就把欲仙藏着的笔拿出来 在大蜘蛛的肚子上 画了一个大叉叉 等到他出订的时候 四处寻找这个大叉叉 到最后 找到大叉叉 正画在他的肚子上 他吓了一大跳 如果他没有听师父的话 那把刀 可能就是插在他的肚子上了 另外还有一个禅师 他每次一打坐 就看到 一朵莲花 四面有童子 捧着这个莲花 来迎接他 来到了他的面前 就希望他坐上去这个莲花 说诸佛来迎 要接引他到净土 他心里面想 我是修禅的 怎么会有阿弥陀佛的使者 来接我呢 我没有要往生极乐世界啊 那到底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一朵莲花呢 我修行啊 是不是修到一个非常殊胜的程度了呢 可是他又知道 这金刚经里面讲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所以呢他想试试看 到底这个莲花 会把他带到哪里去 所以当他呢 下一次又看到了 这个四个童子 又带着这个莲花 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把他手边的 这一把庆 就把他放到莲花上 没想到一放 这个庆跟莲花 还有四个童子 一下子就不见了 那这个庆就不见了 和尚继续打坐 等到他禅坐完 他的弟子啊 匆匆忙忙的从外面 就跑进来 他说师傅啊 昨天晚上半夜 对面农家 生了一只小牛 这小牛啊 是一个死胎 一出生 竟然不是牛 这个包衣打开一看 是师傅你的一只引镜 所以呢 这个农家隔天 就把这个引镜送回来 看看是不是师傅 遗失的物品 这个师傅听了啊 冷汗直流 还好当时 有主意啊 否则啊 那一只牛 就是他的来世了 所以他讲啊 一朵莲花 一张皮 四个桶子 四个皮 若非老生 有主意 差点 落入 臭头须 所以我们知道啊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在紧要关头 如雷灌耳 打破我们的执念 让我们看清楚 十相的道理 所以这边呢 佛陀就教虚菩提啊 若见诸相 非相 即见如来 我们要真正认识到 如来 如来的法身 是无形 无相 所以我们要超越 一切 一切 的相 超越一切 的假相 不管是众生 的烦恼相 还是 佛的清净相 我们都要 不执所 不执 不念 不娶 不舍 如此 我们就可以真正 器物 十相的道理 我们在写 《金刚经》 写经的心 与十相相应 不管你写的好看 写的不好看 我们都用当下 这一面心 因为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透过写经 这个文字 般若 起观照般若 破除我们的执念 我们的分别 取舍 到最后呢 器物 回归到 究竟 十相 的这一面 清净自性 当中 那么 我们就可以 与自性 如来 相感应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 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神 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 这个如理 十见分 的这一段道理 来帮助自己 安住在清静的 十相当中 今天的开示 至此 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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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